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剑堂兄 今天府内还真是很热闹啊 是阳元堂哥回来了 拥有地阶下品的道文 紫云学院的阳元 那是什么 全阶上笔魂兽白煞狼 三阶十里 元儿 这是你的战兽吧 是的爷爷 这是孙儿在一年前收服的战兽 好啊 元儿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魏满十八便达到了眼灵界 杨家有谁可比 元儿啊 四爷爷就知道你肯定会有出息的 四爷爷过奖了 我还差得远呢 再过几年呐 你可就要超越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今后杨府可就要靠你咯 什么杨府今后要靠杨元 杨兴儿未必就比杨元差 嗯 见过家主 各位长老 嗯 嗯 嗯 大哥 时间也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了吧 哎 可陈儿还没有回来呀 难道要我们所有人等他一个人吗 而且要是他今天不回来 大笔的日期还要延迟不成 可是 哦 我倒是好几年没见过杨臣堂爹了 倒是真的很想见您 大哥 快些开始吧 杨臣那小子或许是不敢回来了 嗯 要不然哪会 真热闹啊 嗯 看样子我们回来的还不算嘛 嗯 红 哈哈哈哈 嗯 嗯 爷爷 三爷爷 还有各位长老 让大家久等了 阳晨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 阳元也来了 这个小妙 是啊 好久不见 像堂哥这样的天才 小弟在紫园学院混得很不错吧 还行吧 道兽恭喜堂弟你成功觉醒的道魂 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代名医啊 时间差不多了 大笔开始吧 开始了 开始了 爷爷 既然今年的大笔 是为了确定下一任的家主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 你又想怎么样 我们可以采取挑战的方式 最后站在擂台上的就是胜利者 家主也将由此产生 你们觉得如何 好啊 就这么办 正好可以节省的时间 有道理 到时候所有的奖励都归最后的胜利者 还能够刺激一下那些小家伙的肚子 那就按阳晨的提议来吧 哎 如此顺毫 那是谁啊 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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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由我来抛转引玉 你们终有谁觉得自己的实力 能够胜过我的 都可以上来 要是没有的话 所有的奖励 我便拿走咯 哼 你算什么东西 就比你也想拿到奖励 杨晨 你上去把他打下来 是 不 不可能 你还差了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很好 杨晨 我小看你了 我要让你知道 断体镜与凝血镜之间的差距 哦 原来你已经突破到凝血镜了 还真是不容易 不过谁告诉你 我就是断体镜呢 你 你也打到凝血镜了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修炼得如此之快 好厉害 杨晨哥修炼到凝血镜了 我十几年的苦秀 确定不是你三个月的修炼能比的 吃我一拳 吃我们家 sprink割ения azo电 二勇 怎么可能修炼 费 ka 这就是黄女 还有谁想挑战的 如果犹豫 不妨就一起上吧 也好让我看看你们这些天才 究竟有多强的实力 狂妄 你们没人能压制住你了吗 凌血境第八床 狂青年的孙子 还不错 应该有两半斤力道 宋哥 袁二 看你了 爷爷 我的修为早已是眼灵镜第五重 对堂弟实在有些不公平 不如这样 让我的战兽与堂弟一战 堂弟 你觉得如何 既然堂哥如此说 我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 是否我击败了你的战兽 便算是胜了呢 这